星期千零一夜每天一个小故事 今天我们讲成语六月飞双 又叫六月飞雪 或者六月雪 都是指天大的冤屈 很容易就想到窦娥 但实际上呢 这个成语的出处 往前可以追溯到战国的周远 我们待会会讲 我们先从熟悉的窦娥讲起 窦娥小时候上午 父亲是一个穷书生 一心想进京赶考 就把窦娥卖给菜婆做童养媳 长大后嫁给菜婆的儿子 没想到很快老公死掉了 只剩他们婆媳两相依为命 婆婆有一次去向塞如依 一个拥一逼债 没想到塞如依反过来差点 内使菜婆 被一对张女儿父子解救 本来是好事 没想到张女儿父子是脱皮无赖 霸占他们家 还抢娶菜婆 这样子张女儿的爹就成了 豆娥的公公 然后张女儿又想霸占豆娥 就觉得菜婆很爱事 像这个雍医塞如依 要了毒药 在豆娥给婆婆做的养肚汤里面下了药 没想到这个养肚汤被他自己的爹张老儿给喝了 当场暴毙身亡 这个张女儿很坏啊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恶人先告状 告到衙门里面去 说是豆娥毒死了自己的公公 太守啊 楚州太守 就是今天江苏淮安市这个地方 这个太守叫陶悟 很昏庸 见前眼开之人 反正就把豆娥驱打成招 其实豆娥还是受得了的 这个陶悟他又驱打 折磨菜婆 豆娥很孝顺啊 很善良 就害怕婆婆受折磨 就当庭承认了啊 就要对豆娥处展 处展那天呢 围得水泄不通 然后豆娥感觉非常冤屈高呼 地也不分好歹 乃何为地 天也 错堪闲瑜 望作天 简单的两句就出了两个成语啊 不分好歹 错堪闲瑜 实际上是 这一出原曲的作者观汉清 他造的两个成语 那么豆娥还许了三个愿 假如我是冤屈的 那么头落地以后 雪见三此白炼 此为一 六月飞双 此为二 楚州三年大旱 此为三 没想到一一念念了啊 雪见三此白炼 已经让大家都非常惊奇了 没想到突然一会儿狂风大舵 天上就开始下起了 鹅毛大雪 以下大家都知道豆娥是冤枉的 接下来又是三年大旱 人人为豆娥叫冤 但是没有人给他伸冤 直到他的父亲豆天章 中了近视 当上了监察官 豆娥的冤魂 去找到父亲 然后他父亲 重新审理此案 为女儿遭雪 然后把这个晒如瑜 流放 张女儿父子 赤石 豆娥的冤情才算结束了 非常的冤枉 豆娥冤就是六月飞雪天大冤情的代名词 但实际上 这个曲目它实际上来自西汉时期的一个东海校妇的故事 这个故事历史上有记载 汉书上都有记载 然后在《列宇战》《搜神记》上面都有这种演绎 甚至神话变成一个民间传说 东海校妇啊 传说他这个叫周青 在东海郡 就是现在的山东省 林一市 也有的说是连云港 反正就是那一块 所以也是 很年轻的时候 老公就死了 跟他婆婆相依为命 婆媳关系很好 非常善良孝顺 与自己婆婆年纪大了以后呢 觉得好像自己很连累了媳妇啊 这么好的婆媳关系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还好让媳妇可以去改嫁 过好日子 没想到呢 刚一上吊自杀 她的女儿啊 就把周青给告了 说这个媳妇杀了自己的婆婆 也是太守呢 驱打成招 也是 然后就要促展啊 本来有很多人都民怨教区 说这个周青是 乡里乡外出了名的孝顺媳妇 不可能杀她的婆婆 但还是给判处展 而处展的时候 就有说周青 喊冤 说如果自己有罪的话 他当时他的脖子上插了一个石杖竹竿上面 有五番 就五个旗子 说如果我有罪的话 那么血将倒流 血不会从肝子上往下流 而是血往肝子上面倒流 果然啊 果然就是那样 大家也不用悲伤啊 这些故事虽然很悲伤 但实际上它都是已经是戏曲啊 传说啊 或者是已经很久远的历史了 不用那么悲伤啊 果然那个血就从竹竿的下面往上流 流到旗子上面 然后再慢慢一滴滴流下来 就证明他是非常冤屈的 然后接下来东海郡三年不遇 就是三年大旱没下雨 这不是周青的生前的这个愿望啊 是他死后的确三年大旱 然后新任的太守感到很奇怪 叫人占卜 发现是这个校府的冤屈 就去他的坟头祭拜 然后又表彰他树碑 结果马上天就下大雨了 他这冤屈造雪了 这个故事呢 我们又通常叫他祈父喊冤 三年不遇啊 三年不遇和六月飞雪或者六月飞霜 都是指天底下的大冤屈 大冤群 但实际上呢 这个六月飞霜这个典故啊 这个成语出处最早呢 是来自我们刚才讲了战国时期的周衍 而且一开始是叫五月飞霜 周衍 我们都知道啊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阴阳家 非常有名气 他是齐国人 曾经在纪下学宫 简直是被当时的诸侯视为天人 因为他整天都是谈的那些很玄乎的 那种关于天啊 这样子的这种很玄乎很玄妙的事情 最著名的就是五德 始终说 就是朝代的兴衰更替啊 都是按照五行啊 五德 就是啊 皇帝是木 然后下是 皇帝是土 然后下是木 然后商是金 然后周是火 接下来就该是水德 一个克一个啊 就是木克土 金克木 火克金 水克火 就是这样子 每个朝代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更替的 这样子就会让那些诸侯啊 想当天子的都很震动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大九州之说 就是 咱们这个中国啊 并不是天下的中心 我们这个中国 只是四线神州 只是天下大九州 一共有更大的九州里面的其中之一啊 我们这个州下面又分九州 所以整个天下实际上是九九八十一州 我们的每一个州啊 就好像比如说你 远州啊 扬州啊 这些 只是天下八十一州的一个州 他这个学说 就一下推翻了 中国中心说 你只不过是天下九个州里面的其中一个州 而且还是属于东南部这个方向 你想想周远任那个时候 就好像已经有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全球世界地图的感觉了 所以他非常厉害 把这些诸侯啊 把这些 那些 文人世子啊 这些 全部都给震到了 到哪里都被奉为 这个上宾啊 仁师 帝王之师 反正 当齐国不行的时候啊 那个齐宣王还挺贤民 然后到他儿子齐敏王的时候就不行了 然后 刚好燕国的燕赵王 这个时候招募天下贤士 他就去燕国了 像越一啊这些 都是这帮跑到燕国去 燕赵王 对周远非常尊重 有一个成语典故叫 庸慧先驱 就是 燕赵王 在他的车架前面 拿着扫把啊 做出一边走一边扫地的样子 呵呵 就是 这么的礼贤下士 这么谦卑 然后又给他建了一个 结石宫 你在齐国不是有季下学宫吗 我的燕国给你建一个结石宫 你同样在这里 可以著书 历说 可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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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徒 对吧 讲学 所以 周远呢 特别忠于 燕赵王 忠于燕国 后来就在他们这帮人 的帮助扶持之下 燕国短期内强大啊 就攻入了齐国 把齐国七十多层 都给攻掉了 只剩下两层 燕国而且开拓了 东北方向往现在的辽宁和朝鲜 开拓了两千亿的土地 成了战国齐雄里面 将于仅次于秦国和楚国的第三大国 又在那些地方设立郡啊 现在北京密云地区叫余阳郡 话说这个周远呢 还到余阳郡去啊 就是北京东北的密云区 那个时候春天都还很寒冷 然后周远到那地方 到了一座山上 拿出一个绿管 吹了三天三夜 然后就春回大地 开花 然后当地的农民大喜 就可以开始播种 他又教当地的农民 带来其他各地的一些粮种来播种 可以在这里进行生长 当年就五股丰登丰收 老百姓都祭奠周远的好 给他建立池 直到今天啊 在北京密云区那个地方 密云县 那个地方还有周夫子池 周夫子池旁边以前还种了两颗银杏树 说是有两千多年了 现在都还在啊 而且 就 这个成为一个典故叫周子吹律 这都百姓很感念他的恩德 他那个山呢 也叫蜀谷山 所以周远这个人 还是很忠于燕国的 没想到燕昭王一去世 他的儿子燕慧王 当上国君 这个燕慧王就比较昏庸 听信小人残言 把粤翼给废掉了 很快齐国 就又反攻 全部复国 又攻入燕国 而这个周远呢 他都比较尴尬 他本来就是齐国人 这个时候齐慧王就听了禅言 就不放心这个周远啊 就把他下了大狱 周远就很悲痛 五月天啊 就在狱里面 仰天痛哭 然后非常奇妙的是啊 很奇怪的是 燕国那个大帝 那个时候 现在的北京 下大雪了 把所有人都给惊到了 因为周远这个人 本身就有点玄妙啊 他那个武德 始终说和大九州说 都感觉有点这种玄乎乎的 大家都叫他谈天眼 没想到他一个人的冤屈 就可以赶天动地 都很玄乎 把他放出来了 放出来了 但是这个 成语五月飞霜 就怎么产生了 后来呢 不知道怎么就又演变成六月飞霜 现在我们都讲六月飞霜 最熟悉的还是豆鹅 六月飞霜 六月飞雪 但实际上 六月飞雪 没什么太奇怪啊 虽然罕见 我都见过啊 加拿大这边 都已经有几次我见到过六月飞雪的 但都是一些很轻飘飘的 很柔弱的那种小雪 在阳光里面飞下来 暖轰轰的 感觉不像是冤屈 呵呵呵 反正这就是 陈宇啊 陈宇的来历 六月飞雪 六月飞雪也可以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见 三 四 五